簡單來講 白話連講 就是國家對於有關於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就叫做行政 其實行政是一種管理的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到企業行政 也有人叫做企業管理 或家戶行政也有人叫家 就是家戶管理也有人叫做家政 所以行政其實是種管理的意思 所以行政的概念放在我們要學的行政法下 我們對於行政概念指的就是國家對於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一個管理 其實這樣講還有一點點廣 因為國家權力下其實有三種權利我剛剛說的 除了行政權以外還有立法權還有司法權 所以如果說行政是屬於國家對於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其實還有點太廣 因為這個國家裡面還包括立法跟司法 所以當然包括立法權跟司法權的行使 也是屬於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那你說概念上怎麼切分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他們有在這需要你憲法的概念 所以我會假定你沒念過憲法 就是在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個各自有個非常重要區分的特性 比如說司法權是一種被動性消極性的特性 有人要去啟動他司法權才能夠發動 所以他跟立法權跟行政權的積極性 主動性的特性是非常不一樣 那立法權跟行政權的有個特性上也是非常不同 立法權原則上處理是一般性抽象性的國家事務 行政權處理是特定具體的國家事務 而我們這邊講的是行政是屬於國家對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我們這邊的管理指的是對有關於人民 特定人民具體是具體公共事務的管理 那就是行政的概念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國家對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那個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其實就會連到行政的特性 就是針對特定具體事務的管理 這樣可不可以理解 所以行政一個基本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那一個比較貼近大家生活的一個例子 你可以這麼想 其實都是你們在練行政法一開始 就應該建立的概念了 好比說你現在呢 今天一天展開了 你一起床呢 你可能就刷牙洗臉嗎 你會用水嗎 那國家提供你水 就是屬於國家提供跟人民有關的公共事務的管理 比如說它如何提供 它如何給你收錢 那一樣你出門的時候呢 不論你是走路呢 還是騎車呢 你都要遵守交通號制的指示嘛 那交通號制的指示 也是屬於國家對人民有關公共事務的一個管理 那如果你違背了交通號制的指示 就是你會開罰單 那開罰單呢 也是屬於對人民有關公共事務的一個管理 那晚上下班後你回家 那天黑了你開燈 你要用電 那用電這種東西呢 也是屬於對國家對人民有關公共事務的一個管理 所以從一天來看呢 你看到你的一天的過程當中呢 你是無時不刻的呢 跟行政產生關係 那如果從一輩子來看也是一樣 你一出生呢 就要出生登記 你要讓國家知道你 你人來到這個世上了嘛 所以呢 這也是屬於對於跟人民有關公共事務的管理 那出生後除了出生登記 你要參與健保 那健保也是屬於對人民有關公共事務的一個管理 那一樣啊 長大了呢 你要受國民教育 然後呢 滿18歲呢 現在不知道還是不是了 那八歲呢 又產生浮兵役異物 你賺錢了呢 你要納稅 然後呢 你人走了以後呢 你也要死亡登記 所以這一輩子呢 你也是跟行政呢 脱不了關係 所以你在教科書上 或者現在學校聽學校好的上課 跟你講說 行政是屬於從你搖欄到墳墓 無所不在 無所不保 那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屬於對於有關人民公共事務的管理 這樣聽到懂嗎 那你可能对行政呢就有点基本的认识了 那这些基本认识下呢 学者呢尝试用一些抽象的文字呢 来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描述什么叫做行政 那有一种最直观式的想法是 你会认为只要是行政组织 你认知上的行政组织所谓的行为 那就会是行政 这是一种最直观式的一个想法嘛 那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行政的一个方式呢 会有个缺点就是 立法组织里面或司法组织里面 或者用你们比较习惯的称呼立法机关里面 司法机关里面也有行政行为 好比如说呢你要去立法院旁听 你要去申请换旁听证 那就是属于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 那这个并不是个立法作用 不是个立法权的行为 它是个立法行政的行为 一样的道理 到法院你要旁听 如果那是有管制的 你可能就要申请 那这也是属于一种司法行政的范畴 它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作用 所以并不是只有 行政组织所谓的行为才是行政 所以立法组织司法组织里面 也可能存在有行政的行为 所以这种从组织意义上去观察 或定义行政呢 会不够完整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还是得要去正面的对待它 正面对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了解 什么叫做实质意义内涵的行政 我现在就是要比较具体的做说明 但我说过 你们一个基本理解 白话的简单的讲就是属于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的管理 这是个最基础的理解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再进一步去描述的话 学者今天是尝试怎么做 那我们要去定义什么叫实质意义的行政呢 你们教科处上绝对会先看到一种作法 就是有人称他就是消极说或扣除说 他的想法很简单 他觉得行政太难定义了 你们现在可不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为什么行政太难定义 从我刚刚讲那个白话的那一句概念 你可以应该可以体会 行政是属于国家对有关人民公共事务的管理吗 你说这有什么难定义的 这句话很好懂啊 那问题就在于 什么叫做有关于人民的公共事务 有关于人民的公共事务 这一个概念呢 是不断的随着时空环境的变迁而改变的 因为什么样子会是属于人民心目中期待国家 要为他服务的公共事务这件事情并不是绝对的 所以他有随着时间背景改变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行政非常难定义 你要达到一个完整非常完美精准的定义 其实是很难的 那因为这么难呢 所以有学者说那不然不要 我们不要定义他好了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公路 另外一个方向公路的是 我告诉你什么叫行政 就不是立法不是司法的 剩下的就是行政 那这是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一个角度下呢 去做的一种消极说或扣除说的一种主张 如果放在我国的宪法 你还要再多扣什么 你还要再多扣检查跟考试 可以哦 但不论你要多扣几个哦 他都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是 行政很难定义没有错 但立法跟司法就比较好定义嘛 仿佛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 但你可以说哦 相对于行政来讲 它会稍微简单一点 因为行政论务比较庞杂 立法跟司法或许相对单纯一点 我讲或许 我没有说一定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起码在主张这种学说的 学者的想法上 他是这么认为的 就算是这个样子 他有一个非常根本的缺陷 就是当你扣完了以后 就算你真的能够定义立法司法 然后扣掉以后剩下行政 你还是不了解什么叫做行政 你顶多就了解什么叫立法 什么叫做司法 这样可以听得懂哦 所以这一说呢 最根本的缺陷是 无助于对于行政概念的理解 所以后来呢 说我们还是不能够回避 我们要正面挑战它 所以就尝试去定义什么叫做行政 正面定义什么叫行政 这个话我不说了 所有教科书上呢 各自都有各自定义的内涵 通常是非常长的一段话 那你是不可能可以记得起来的 所以呢 我也不需要呢 你去记正面定义 正面对于行政概念的定义 你也不需要去背这种定义哦 那而且事实上呢 学者先也承认了哦 不论你如何定义 不论你定义的多长 你就算用一百个字来定义 也还是会挂一六万 我跟大家解释过 因为公共对于 有关人民公共事务这个概念呢 是不断改变的 所以它不可能是完美的 所以呢 后来呢 从事从正面去定义理解行政的呢 它大概不会企图想要提出一个完美的定义的文字 我们现在比较长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是 我们改用特征描述的方式 我跟你讲行政具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你以后就知道 什么样子特征的事物呢 是属于行政要处理的一个区块 那这个特征描述 其实就是宪法上权力分离概念的学习哦 那有两个主要的特征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相较于司法权 行政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特性 相较于立法权 行政呢 适宜处理特定具体的国家事物 这两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属于行政跟立法权